继续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联合权威机构推出的中国ESG企业社会责任发布活动 昨天在活动中发布了年度ESG卓越实践报告 报告集中展示了在ESG领域表现突出的30个卓越案例 报告对企业ESG卓越实践主要特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卓越实践企业积极参与到全球ESG实践中 学习和借鉴最佳行动持续提升自身的ESG绩效水平 ESG作为促定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理念 应该说是现在我们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时代的问题 这次活动极大的凝聚了企业家的共识 此外报告指出 行业领军企业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通过转型升级 行业间协同发展 形成并推广行业特色的ESG理念和实践 这次活动实际上是贯彻国家绿色发展的理念 实际上也是推进中国企业ES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活动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尽快把集团打造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大家认为你做计划事实际上的过程 也认为我们的项目也认为我们房队 但是我们在项目也认为我们的项目是空障